OK,你看一下,我現在在用兩套燈 然後這個是Golf的燈,然後這個是Columbia的燈 那你可以看到說他們兩個燈泡,我修給你看 兩個都是用菲利普,是同樣一模一樣的燈泡 那這個燈泡,或者是這個燈泡 是一模一樣的,那我現在要把它打開給你看說 在牆上,他們project出來的那個燈型是不太一樣的 假如你們講是一樣的,那用同樣的燈泡 為什麼會亮出來不一樣 OK,各位,Turn On OK,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到這個牆上有兩個,兩個這個左右這邊 Let's point to that way OK,這個是Golf的,那你可以看到說這個光沒有中間一個很亮的地方 那Columbia比較清楚一點點,但是還是差蠻多的 所以這個地方沒有亮亮的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有亮亮的 那為什麼同樣,假如是同一個projector 用同樣燈泡,為什麼照出來,兩個是不一樣的 那我在這個影片裡面,也希望可以秀到說 除了這個之外,如果我現在換燈源 那這個projector,雖然這邊亮,可是也不是最好的 因為打在路上,它會有很多影子 那這個影子到後來是一個問題 那我現在換一個燈泡,所以讓你可以看得出來,它比較明顯 那這個是HALOGEN補素燈,它比較看不出來 所以我現在等一下換一個燈泡 OK,這當然是HID,HID當然比較亮,然後比較藍,比較白,沒有關係 不是我這個video要秀給你看的,我要秀給你看的時候 這邊還是一樣,很亮,沒有錯 可是你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很大的黑色的形狀 這個黑色的形狀,客人一直在講說 這個部分是有,等於是有陰影 所以陰影打在路上的時候,會有一個很大的,因為這個東西會反射到很前面 很大的一個區塊,是黑黑看不到的 那這個在HALOGEN燈泡裡面比較少,可是還是有 那為什麼projector會有這樣的問題 當我看到別人的projector,都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所以這個的話,可不可以請engineer幫我look into一下,謝謝